Namma 大志文書是菩薩 Namma 地藏王菩薩 Namma 地藏王菩薩 Namma 地藏王菩薩 莫荷薩 Namma 地藏王菩薩 接下來請收看傳奇法師紅髮型 Mamma 地藏王菩薩 所以佛 佛法在人間就是救苦救難 这个叫给众生正确的知见 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 第一次皈依叫反邪三皈 那反过来说 没有皈依佛门之前的都还都不是正的 反邪三皈 弃暗投明的那是 现在你看 我们就是如果 有一次我们跟海盗法师开玩笑说 如果那个业障能拿撑出来就好了 他说业障重 来撑撑 过去是有的 过去是这个像 这个阿玉王啊 不是跟谁啊 比赛做功德 他那个称不是我们人间的称 因为阿玉王通鬼神嘛 通鬼神 鬼神有个什么都能衡量的 那当然现在 我们很多人还是知道的 只不过你知道 你知道 他说你这个别人嘛 个别人不算 尽管有的时候说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但是少数人不算的 这个时代是讲多数人的时代 而且这个时代是说 人 人没有地位 言语也是卑微的 也是微小 没有力量的 他说好 那我以后我要好好的 我要争取 我要当官 我要去发大财 我跟你说好 等你当官了 发财了 你已经 你全身都是业障了 我跟你说 你已经被 你已经废掉了 这个人 废得差不多了 所以一个菩萨 真正要冲到 人那个位置 是不容易的 不像古代 古代的话 一个有德的人 大家会推荐 推荐 现在是 现在 太复杂了 但你冲到前面 已经 白人已经变黑人了 所以这个时代 真的是 不容易 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 所以我有时候 总是想真的是 佛法在这个世间 弘扬啊 真的就是靠 佛的力量 佛的力量 我们现在来 你比如说 我奉献一个中心 我来做义工 这个都是 快速消除业障 快速积累资粮 第一个得到 佛加持的人 对不对 真是这样 比方说 这是我弄的 你弄的 你要离开佛 你不动就下去了 这是佛的一个 大的力量 佛对众生的 巨大的悲悯力 我们呢 比较有善根 进入到这个 善流里来了 从善如流 进入到这个里面来了 这要自己感到欢喜 庆幸的事情 自己要给自己 放鞭炮 放烟火 我这人 怎么这么聪明呢 抓住了人生的机会 在这样一个 巨大的 救苦救难的 我们人类的 光明的 这样一个事业里 我能够出一点点力 出一点点力 从而消除我自己 无量劫的生死重罪 叫因小果大 因小果大 消除罪业 增加 无量福德 我们公敬和掌 一称南无阿弥 观世音菩萨 你看 那个福德 跟九十六亿 恒合杀树的菩萨 四四供养 九十六亿 恒合杀树的菩萨 功德 跟一称南无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一模一样 你想想看 那多厉害 我们就很简单 南无大杯 观世音菩萨 哇 得那么多福 赶快拿计算计算 你算不过来的 所以又叫 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功德 因小果大 这来自于哪 这都来自于菩萨的慈悲 佛菩萨是这么慈悲 我们现在整个人类 这个病得得这么严重 这病真的很严重 我们现在 真的要对这个 要有一种 学佛的 这就是知道有一种 佛所讲的苦 第一个讲苦 众生的迷惑 颠倒 所以常常 我们学佛之后 再看看人生 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 你会觉得佛是那么慈悲 给我们打开了一条 光明的解脱的大道 但是众生却不知道 不愿意进去 还是迷惑在这个世界里 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这次我们澎湖来 大家你看 特别是因为 这个澎湖这地方 地狱环境 因为这里人本身就少 所以呢 我估计法师来的也不会多 对不对 是这么 因为人少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比较 比较 就是学佛上 比较自我的知见比较多 自我知见比较多了之后 怎么呢 就容易跟法师脱节 那个我们那个 台湾岛这个小旗子 已经挥到第三代了 这第一代旗子 还没发出去呢 你跟不上啊 我知我见 我估计都第四代出来了 第四代出来了 这第一代还没推出去呢 我们自己中心里 有可能对这个旗子 还没信心呢 让旗子插在风中 让风吹着它 让风也会念经 这多殊胜的事啊 不是佛的智慧 不是佛的慈悲 哪里会想出这个来啊 旗子你看 又不要你吹 吹嘛费劲的 我们澎湖有的就是风 风还可以拿来发电呢 我们这个比发电机还厉害 对不对 那燕工也是的 燕工啊 活工啊 做水米啊 石石啊 我们为了吃的 甚至是去鲨鱼啊 到海里去捞啊 来杀啊 你知道众生 为了吃什么恶也不敢造啊 那我们给他们一些 清净的食物 多好啊 吃了就解脱 你还懒得给它吃 我们人呢 天天为了吃 下海去捕鱼 哦 这个血 这个血肉啊 充满这个世界 我们试一点 清净的食物给众生 让众生解脱 你还怀疑 因为一切众生 都依赖食物 你知道吗 他又吃不到 他只有我们佛慈悲 有咒语 可以把它转换 这佛的威德力 法力啊 靠我们 我们只要去实现就行了 但是想 我能吗 这当然不是你能了 你只是作者 你只是端盘子的 你不是开宾馆的 你端好盘子就行了 老板终然能的 对不对 五星宾馆老板开的 你就掏好盘子就行了 肯定你就 你就有功德了 客人就能来了 对不对 你别老想 我拖着盘子 这五星宾馆 要那么贵呢 我弄得起吗 不要你弄得 只要你弄 咒语念起来 你就很虔诚地 祈祷诸佛 我只是人间的一个桥梁 你给苦难众生 搭一个桥梁 你难道不愿意吗 众生踩到我背上酸痛 那那点酸痛算什么 如果你不修这个的话 死了之后下地狱 我看你比这个还更痛吧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你看 佛陀那个时代 两千两百五十年前 佛陀尚前跟安安尔尊哲说 他说这个人间你看 拿起一把土来 说这我手上土 大地土多 阿南尊哲说 当然是手上的土少 大地土多 佛陀说 你看这个人间的人 死了之后下三恶道的 像大地土那么多 能再得人生的 就像我手上土这么多 两千多年前 人的思想那么淳朴 比如说两千多年前 我们现在老年人 想一想好了 我们那个时代 五十岁 五十年前 那个人心多淳朴 现在不是什么 五十岁算了 现在什么 八零后 九零后 那你想想看 那一百年前的人 是怎么样子的 一千年前 佛陀那个时代 尚且 人都下三恶道的那么多 所以有一次一个活佛 走到我们北京 那个最热闹的一条路 走了十里路 走下来很悲哀 我十里路走下来 没看到一个人 死了不下地狱的 就一向 我们上次去 金门 金门那个老板 接待我们的 对不对 也是联络人 联络人的先生 那两天很虔诚 一有空就来 我有事 办完马上回来 飞机早上 飞台北 下午又回来了 参加法回来了 这很虔诚 但是他打交报告 说 我太太老骂我下地狱 我说这个骂你 骂你虽然不好听 但是有证据的 我说一听 下地狱还有证据的 我说你看 你抽不抽烟 他不好意思的 说我抽的 我就抽烟就下地狱 抽烟不但你抽的人下地狱 我们这个房间里 如果有一个人抽烟 我们所有的闻到 全部都下地狱 你就这一项好了 多严重 你看就这一项 不要说其他 其他太多了 像这样的理由太多了 你说我们怎么那个 佛是 你看骑着见解脱 听到解脱 吃嘴里吃到解脱 鼻子闻到解脱 嘴里念到解脱 都解脱 但是这世间也有让 看到就堕落 听到就堕落 嘴里吃到就堕落 脑子里想到就堕落 是不是 你如果是修行人 那你就开始拔河了 我要站在解脱的这一边 我千万 我不能站到 那个堕落的那一边 那也不是那么干净的 我站到这个解脱的一边 然后这个全部都是解脱 不是这样的 因为人的心是很复杂的 唐僧想西天取经 小见大雷音寺 见佛陀 结果他一路上 见到的谁啊 妖魔鬼怪 对不对 妖魔鬼怪 那要靠他的信心 突破一个关 一个关 一个关 一个关的 我们小时候老想 那生悟空背着他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就飞到印度 到大雷音寺了 为什么那么折腾 那么费事 那请问 你能超越物理的纪律 你能超越你的心理的障碍吗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在澎湖 得忧郁症了 算了 给你坐飞机 坐到台北去吧 请问 你地方是换了 是到台北了 请问 你的忧郁症 难道就没有了吗 会得 心理的障碍 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克服 一个一个克服 我们生命当中的无名 我们的业障 需要一个一个 我们竖起了正确的信心 正确的目标之后 然后你的业障就开始会向你袭来 同样是你 发的愿 哦 我今天要向东走 但是很奇怪 另外一个念头说 为什么要往东去啊 我就不能往西去啊 我就不能往南去啊 我东南西北 我为什么偏偏往东去啊 对不对 自己念头就给自己 就打架打起来了 关键是你有没有被打倒 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你看 受菩萨介绍 头上要烧香 要燃 燃一个一个点子 有的人还特意爬到高的地方 等我走过去 从脚垫 你看 这假和尚 为什么 因为他没看到这个点子 我也没时间跟他解释 如果在火车上 飞机上 有的人那个了吗 我就理解 我的点子在这儿 哎呦 这是真的 为什么要头上要烧啊 要火这样烧下去啊 刻骨铭心啊 刻骨铭心啊 不要说成佛 我们修行了 就你两个人啊 两个人相亲相爱 结婚好了 请问 你从结婚的那天 一直到老 白头偕老 要不要经过多少考验 那个白骨铭 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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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生遇到的多吧 对不对 对于你来说啊 不是说 你看到的都是白骨铭 但是对你来说 对不对 婚姻的这种考验 是很多很多的 远远超过 九九八十一难 我跟你说 这样的 就是一个婚姻好了 这真的就是一个情感 两个人的约定 都要经过那么多 不要说成佛 要不要坚定 要坚定 尚且要很很刻苦的 克服那些呢 你如果不坚定 早就瓦解掉了 来个白骨铭 来个什么铭 你也都回家去了 对不对 不去了 不去了 回高老庄去了 高老庄去了 对不对 生物工作 不去了 不去了 回花果山去了 和花果山是不是就完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不管我们个人的修行 还是追随着我们尊贵的海涛法师 一个弘法力生的 给我们自身积累福德之良 这也是一种修行 但是所有的 不管你自立的小乘修行 还是大乘修行 都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心 要一个信心 往前走 甚至有人在学佛 本来我觉得佛是好的 菩萨是好的 我也学吧 学了没两天不学了 对不对 这种人也很多 对吧 那为什么 这个信心不坚定 他没看到佛 菩萨到底好在哪 佛菩萨跟我们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佛菩萨就是我们的榜样 就是我们的示范 因为什么 所有佛菩萨都是凡人修的 对不对 那个叫什么 《红楼梦》里面 贾宝玉唱的时候说 天上掉下一个灵妹妹 有没有天上掉下了一个和尚的 没有 都是凡人修 修称佛菩萨的 我跟你说 佛就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修 就看你修不修 你如果真想修 磨重是障碍你 磨磨磨磨你 它能磨得到你吗 磨不到 其实还是磨不到 因为磨不到 所有一切磨 都是对你心的考验 你的志向的考验 可以这么说 反过来说 你如果不想修 你所有的佛都围着你 你有用吗 跟你说也没有用的 你不想修 我就想成磨 那佛来 这有什么用 你也救不了的 所以我们佛教是很民主的 道理讲了太多了 这个很多很多道理 小子以理 动之以情 对不对 小子以理 大智慧 没有谁超过佛的 情 大慈悲 也没有谁超过佛的 大智慧 大慈悲 所以我们在座的佛教徒 我们也真的是 今天我们在这里呢 彼此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虽然我是出家人 但是我也是佛教徒 我也是佛的弟子 我也是要修行 求解脱的 希望我们结的就是解脱缘 希望我们以后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 还能见面 然后以后呢 所以干嘛去了 退了 退了 不信呢 希望 更希望我们以后 极乐世界能见面 好不好 好 弥陀佛 好 下面呢 我们有一些问题 我们这里 就是我们交流一下 这个问题是都现场的吗 都是现场的 好 谢谢大家 提出问题了 这个是孩子容易 半夜哭闹不安 请问慈悲师父 应该送什么经或者咒语 这是的 如果有这个情况 你要看一下 你过去有没有多个胎 如果有多个胎 赶快给他超度 你想要有因为那些堕胎的阴灵啊 他有时候会在小孩子身上 会让他很烦躁 他哭就是烦躁 那个很重要 超度怎么超度呢 我们 哇 生命 体系 就是 这个世界上超度阴灵 专专业户 最有力啊 最重视的 你看 每天我都背着这个啊 这个啊 现在已经三百多万了 有名字的 还回向那个啊 很多很多的 其实上亿都不止啊 重视 每天我们都 那专门你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桌子总共才这么大 这个位置就摆出这么大了 你看 小奶壶这么多年 就是你要好好地 认真的 但是要忏悔 你要向他忏悔 甚至要给他起名字 认他是你的孩子 叫他认 等于收他 认主归忠一样 那他就不会报仇了 然后他还有委屈 那你们用你的爱 慢慢把它化解掉 那这样子了 那最后超度 很简单 非常简单 就可以超度掉 超度不掉 就是因为那个前夕工作 没做好 那个夹心没修好 必须要把他怨气化掉 要让他有所安 他如果是个孤温野鬼 他是很难那个的 就好像寝入宗词一样 我家里有这个孩子 你至少 你开始体认他 给他起个名字 这样子很重要的 感恩您到澎湖 佛光普照 请问何时会再举办 师身法 应有人父亲身体得病 需师身法加持 这个的话 我当然真不知道 师身法什么时候修 这要问我们 这个愿师父 请愿师父安排 师父请问如何远离 冤情在主 这不是远离的问题 这是双重的 你欠他的 你身体里就有那个 再调 那个合同在那 抵赖都抵赖不掉的 有这个阴影在 你只要有阴影 他就能跟你有关系 没有无缘无故的 这个世界上 那你要自己忏悔 自己修福德来还给他 既然是债 那你就可以还了 还债 哪怕欠的命债 我们想最简单的 你惭愧心 修替身的 用食物修替身 还是可以还命给他 就减少一个 你被讨命 生恶病 甚至死于这种 这种危险的病的 这种机会 第二晚上做阉供 几点以后 做最好呢 按照道理上来说的话 是五点钟以后 十一点钟 晚上十一点之前 做比较好 但是 我们普遍的实践下来 发现 什么时候都有众生的 对不对 其实白天也是有的 白天也有的 其实什么时候做 都能利益众生的 第三 要怎么做 让先生更信 更能接近佛法 这就看你了 你修得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有智慧 你福德增加了之后 他就看到你 对不对 说佛教有道理 竟然把你给改变了 有的就是这样来的 他说我本来不知道 那个的 我看来他变了嘛 你师父是谁 我去见见他 他就这样来了 你看 如果修得越修越不如 越修越不如 他糟糕了 也要找师父来 找师父算账 告状来了 以澎湖四面环海 有什么修法 可以利益到水足里的众生 其实我们佛教 佛光是普照的 四大 地水火风四大 都没办法障碍的 所以任何佛法 都是水路空大法会 请师父讲述 六子大名咒的 功德利益和感应 这个是 这个六子大名咒 有这个经书 这经书 那是 非常非常的 赞叹 含大量的文字描述 描述这个功德 这个是诸佛菩萨的精华 这六个字 融大了诸佛菩萨的 慈悲心的精华 这一念 马上这个场 一出口这个声音 马上这个场 哗下就温暖起来了 佛菩萨的慈悲 就彰显在这个世界了 那不得了的 感应当然更多了 我以前讲的有 你们可以上我的网站 去查六子大名咒的感应 六子大名咒的功德利益 那是不得了的 是一个宝藏 需要我们慢慢慢慢挖掘 就是我感应很多 我对他信心很大 也需要你对他重新建立信心 然后慢慢持终下去 我的信心才能传到你的信心上去 你才能神神神神 越来信心越大 请问师傅如何修六合境 六合境里首先一个支箭是第一 支箭和是第一 箭和了其他都好商量的 支箭不和其他都是满难的 我们六合里面 箭和是最重要的 目标统一方法不一样 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比如说到那地方去 你也开车到那 我也开车到那地方 走的不一定一样的 但是目标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个童 这个童是一样就可以 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要求解脱 我们拜师傅 我们要听师傅话 自己不开智慧标准 只要听师傅话 这个师傅叫举七字 就举七字 修替身多八的时候 说拔头发 昨天我看那么多 头歪着呢 拔头发 我说这不错 我跟法师说 我说这不错 三年修下来 头发发光了 就可以出家了 我听话 多可爱 法师说拔头发 我指甲 就有人歪着头 拔头发了 我说多可爱 你看 你家听师傅话 我跟你说 多可爱 佛菩萨多喜欢 对不对 为什么我第一次来澎湖 我就这么喜欢大家呢 就是因为大家追随海盗法师 你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佛经也说 你对师傅有信心 得十方诸佛互念 反过来说 你违背师傅 你说我不找师傅了 我找佛了 你找佛 你要知道有佛 还要师傅干嘛 你不是矛盾吗 没有师傅 连佛教都没有了 你还找佛呢 如果不得师傅设受 十方诸佛都救不到你 你说 就这么 就这样的 所以我们 归于佛法身 实际上呢 先是归于身 然后受持法 修持法了之后 消除业障 增加福慧 然后开智慧 化开建福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有佛权 障礼 恕